中城大樓奪走了46條的人命 今天我們國民大會從三大面向 從消防還有都根 還有照顧弱勢三大面向 來做一個非常完整深入的一個報導 先來看一下 陳其邁在九年前 也就是臺中發生了所謂阿拉夜店大火 當時久死這個夜店 因為他用了這個違法的泡棉 所以引發大火 迅速的吞噬了九條人命 當時立委陳其邁 他上了民視的節目 他講了啪哩啪啦罵一大堆 講了三大重點 第一個 他說這胡志強 為什麼沒有通過監察院 沒有彈劾他 他說監委趙昌平 就是胡志強的好朋友 那現在監察院長是陳菊 是我們的所謂的陳其邁的三百兄弟 不對 三百兄弟是這個我們的副總統 那他跟陳其邁算也關係非常非常好 像姐弟一般 那現在監察院會來查陳其邁的責任嗎 第二個 他說政務官 身為政務官 你就要負責 你就要下台 然後他講的最重的這句話就是 九個人不夠 九條人命不夠 到底死多少人 市長你才要下台負責呢 好 那現在死四十六條人命 跟九條人命比起來 陳其邁要不要下台呢 今天大家就拿了十年前的這一段話 自自俱俱每一段都是打臉他 重重的狠狠的打臉 陳其邁被問到這個很尷尬的問題 還有包括蘇貞昌 蘇貞昌被問到達菲所問 來看一下他們怎麼回答 市長 那之前你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邀請台中市長 你想要下台負責 那現在今天發生這個事的話 那市長有沒有要誰的下台負責 我想我們這次高雄的大火 很多的市民朋友的心情跟我一樣 內心都非常的沉痛 對於我而言 我是覺得 深切的反省 我也不會迴避我的責任 請問高雄城中城大火多做46條人民 高雄市長陳其邁是否要下台負責 發生這麼大的不幸 我們非常難過 我們認為整個 昨天我到現場看有關民眾 因此受傷 有些甚至失去生命 我們都覺得非常的不捨 我也特別要求現場要完整保留好 對責任要查究清楚 陳其邁確定他沒有要辭 而蘇貞昌答非所問 完全是回答到另外一個層次去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追究的是 我們的市府高雄市政府的責任 他到底有沒有善盡 他們管理的責任 這棟大樓叫做城中城 相當的諷刺 在高雄城裡面 他獨立另外一個城 因為我們高雄市政府 完全管不到他 推卸了很多的責任 包括了高雄市的消防局長 李清秀告訴大家 都是這棟大樓的錯 我們市政府都做得很好 他說這棟樓本來是住商混合的建築物 但是二零零二年之後 商業的部分沒有再使用了 所以是他們沒有申報公安 不是我們的問題 是這棟大樓沒有申報公安 所以市政府想管沒得管 因為他們自己不申報 另外一個是林清隆告訴大家 這棟大樓一直沒有主動的成立管委會 因為按照當時的法規他們是適用舊法 是沒有強迫他要成立這個管委會 所以不是他們主動 我們也無奈 我們也想介入 可是他就沒有管委會 我們怎麼辦呢 那都還在籌備當中 二零一九年起公安還有消防的檢查四次 最近一次最諷刺是兩天前出事的兩天前 十月十二號他們派人登門去檢查了 但是因為貼了一個公告 說告訴大家是要做檢查 很遺憾 一二樓有柵欄阻擋 所以我們進不去 我們多麼的每一年都想要去檢查 門都把它擋住了 來看一下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官員 副市長有多麼的無奈 更可悲的當我們細細查了資料發現說 這個還是高雄市政府自己端出來的 來看一下 這是他們貼在這一棟大樓 每一年貼出來的公告 先看這一篇 這是民國一百零八年 這邊有一篇文字說 我們要來稽查你了 但是我不得其門而入 請你們管理全人 趕快跟我們消防單位檢查 就這樣貼了一張告示 一百零八年的十二月 另外一張一百零九年 一樣是十二月 同樣告訴你說我多次要來 但是不得其門而入 請你們趕快跟我們消防大隊聯絡 年年貼 年年多說不得其門而入 這個門是有裝電嗎 碰了會觸會死嗎 進不去嗎 多可怕 就這樣而已 也不過就是一道門 這邊是非常簡陋的管理室 其實你只要跟管理單位講說 我要上去稽查 河南之友 河南之友 那到底有多困難 為什麼那麼多的直播組 你在YouTube上面 你就可以查出來 還有包括蘋果的新聞網 隨隨便便 直播組 隨隨便便一個網友 帶著錄像的這個射鏡頭 還有媒體 就這個長驅止路 完全沒有人阻攬他 那剛剛講說陳其邁在貴友台的這個節目裡面 十年前的影片 我們會特別放在國民大會臉書的粉磚上面 我們剛剛已經上傳上去了 如果你想要原因從線 聽聽他當年是什麼樣的一個口吻 可以到我們國民大會臉書的粉磚 一邊看 然後順便也加入 國民大會的臉書粉磚 大家看到說你所有人 都可以隨隨便便就進去 偏偏就是只有高雄市的官員 不得其門而入 然後到十月十二號還告訴大家 死了四十六個人 我沒轍 因為這個鐵柵欄讓我進不去 我沒有辦法檢查他們的消防 那為什麼他們消防沒有辦法檢查 獨立於高雄市政府之外 你看到這個地方 昨天這畫面多嚇人 這個鐵窗已經讓大家覺得說 已經是逃生的妨礙了 然後鐵窗裡面還塞了這麼多的東西 這怎麼逃 當然鐵窗不是唯一一個問題 還有包括駐警器 駐警器還有這個高雄市 在去年的五月四號 曾經有一家醫生四家 死了五個人發生火災 也是因為他們鐵窗 逐去了這個逃生路 還包括他們沒有裝駐警器 還有包括前鎮 在今年的九月十四號 也不久前發生一死的車 這個死亡 那個火災 也是因為沒有裝駐警器 一直發生不斷地發生 高雄市政府真的有放心上嗎 諷刺的是去年十一月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醫師公會有辦了一個活動 他送給他們這一些會員 包括他們這些應該都是醫護人員 醫生他給他們每一個人駐警器 當時陳其邁還笑呵呵地參加這個活動 生命安全要注意 我家安裝駐警器 這些方方面面讓他覺得說 你們真的有盡道心嗎 四十六個人的命是否狂死嗎 兵哥怎麼看 我講有看過陳其邁當年 參加謝志偉的節目 在友台的節目 你就會知道 當年陳其邁是怎麼講 你說那個阿拉葉店死了九個人 你胡志強到底要死多少個人 才願意下台 那現在你死了四十六個 那你是否下台五次 你還欠一條命 你現在下台五次都還欠一條命 九五四十五 所以你怎麼有臉去講別人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檢驗自己 那我也想請問一下 謝志偉 謝大使 你當年是主持人 結果今天你臉書上只是 一夜睡不著 感到遺憾什麼什麼 那奇怪了 你當年是主持人 那你現在對當年的來賓講這種話 你現在有什麼反應 你覺得你的來賓陳其邁應該 應不應該下台 你為什麼不敢講的呢 不是台灣第一勇嗎 不是要跟人家剉毒嗎 不是很喜歡嗆聲嗎 怎麼這時候就閉嘴了 鬧腫嘛 就是這樣 這一群遇到事情全部都縮起來 陳其邁你以為他是哽咽 我看到友台講他哽咽我都快吐了 他是詞窮 他是語色 他講不出來了 不知道該說什麼 想要找什麼話滑頭的帶過去 所以才停個其妙 到最後在其他人說 好啦 那個我不會迴避責任 你不會迴避責任 我也知道陳其邁也說 我從來不迴避責任 我負責的態度就是繼續做 繼續做在我的市長位置上 屁股黏得精進 這就是陳其邁準備幹的事 他不可能會下台的 但是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是扯在哪你知道 扯在我們的這些公務人員 你們做事情完全就這種 敷衍了事的態度 從2019年你就貼個公告 就回家 2020再貼 2021再貼 那現在跟我講的是好可惜 我10月12號就去了 如果那個時候就怎樣 我們可以知道 講那一步好像就差那幾天 真的是你怎麼好意思講這種話 根本就是你們根本就沒倒要進去 就貼在那邊 老實講那個門要這麼厲害的話 我強烈建議保警馬上採用 總統部馬上採用 以後蔡人們出去 不要帶什麼蛇龍 蛇龍巨馬了 用那個門一架 所有人都過不來了 不就這樣嗎 這麼厲害的門 你們擺明就是根本不想管 就丟在那邊 怎麼好意思講 你從2019年一直拖到現在 怎麼好意思說這種話 我真的是受夠了你們這些人 賓哥我特別補充一下 可能很多人對這個 城中城大樓不是那麼熟悉 他一到十二樓 一到四樓 是閒置的店面 有一些是整個二手的這個手家電行 五到六樓的話 是一個已經早就已經廢棄的電影院 最致命的其實是這一個樓層 因為以早期的 他是七零年代拿到使用執照 當時的電影院裡面 完全裝潢都是不符合防火的規定 所以包括他的座椅 包括隔音的板 全部都是毅然的泡棉 那更糟糕的是他一樓 其實還有包括這個 證券行 那一個廢棄的證券行裡面 也有安置放置了大量的 我是聽PTT網友講說 他有大量的這一種 藝蘭的物品 所以整棟大樓 我們就可以看到畫面 在半夜的時候 在一到五樓 一到六樓的時候 那個火燒得非常非常的旺 那泡棉是多麼危險 我們現在透過一個內政部的網頁 可以看到同時間在左邊跟右邊 左邊就是用沒有防火的泡棉 瞬間一下就燒起來了 而另外一邊是有防火的泡棉 那怎麼樣都沒有燒過去 而且其實原本是兩邊一起點燃的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畫面讓大家看了 真是觸目驚心 你也不難想像 為什麼當天你看到半夜的火災 一到五樓燒得這麼旺 但樓上的七樓以上的住戶 其實不是被火燒到 七樓以上根本沒有火蛇 七樓以上完全是被農煙給嗆死的一個情況 那剛剛講到戲院 那這個是一個示意的畫面 所以PTT網友說 下面樓層倒閉的證券公司 堆砌了巨燃的這個巨量的益燃物質 那剛剛講到還有一個問題 也就是這一個住警器 這是已經統計出來 有關獨居人低收身經障礙的六都 我們在這一些高風險的人裡面 他們的家裡面裝了住警器 住警器是什麼 住警器就是當你發生濃煙 還不用火蛇 有濃煙冒出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廣播發生灰災發生火災 請你要趕快去找火源 或者要趕快逃 那當然這個地方 獨居長者高雄市安裝百分之七十四點一 但是其他六都 台中是百分百 其他的這個臺北市 新北市都百分之 台北市百分之九 新北市百分之九十 低收入戶高雄市安裝百分之五十一 其他的這個最低的是在新北市 百分之四十一 但其他的有百分之九十幾 跟百分之八十幾 身心障礙我們也可以看到 高雄市是百分之十六 最低最低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高雄市政府 真的要好好擔心自己的責任 那另外一個 我們從第二個面向 都更的面向來看 高雄市政府 陳其邁到底做了什麼 但令我們覺得相當相當諷刺的是 今年的二月的時候 陳其邁出席了一場活動 他告訴大家自己在二零一六年 擔任立委的時候 當時他在立法院認為 這些微老的建築物 有必要趕快推動條例 那為什麼讓他想要這樣子推動條例 他舉了個例子 他說當時就剛剛好 就是嚴城區的選民遇到他 拜託他說 我們嚴城區有相當多 非常老的微老建築物 真的需要趕快處理 否則可能會出問題 所以陳其邁說好 我當立委 我來趕快的加速 後來條例過了 但這棟大樓依舊是如此危險 甚至發生了奪走四十六條人命 那這修法有幫助嗎 來聽一下他當時的說法 當時我在立法院 在高雄的延程區 就曾經有一位選民來陳其邁 提到的就是建築立法區 這些老舊建築的改建 所以我在當立委的時候 在內政委員會 我們就推動微老改建條例 所以在立法院 我們就先有得那種快速的立法 就通過了微老改建條例 來解決民眾的問題 同樣的 這件事情 也是因為議會的諮詢 所以選對立委 選對議員 當然他在四十年前是風光一時 四十年後他變成了一個 非常恐怖的鬼大樓 高雄第一鬼大樓 但是有些人可能對這個地方 他的地點不是那麼瞭解 他其實距離捷運沿程浦站 只有大概五百公尺 走路算走得還算滿走得到 交通很方便 那我們根據媒體的調查 他也適用高雄 這個相關的一些微老的都更的 這些條例 所以他是有條件的 但問題是他包括他的產權 非常複雜 產權很多人都在國外 他有條件上的一個障礙 只是我們的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到底做了什麼 什麼他不能做 還是他什麼都沒做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們從地圖上來看 很多人就算對高雄不熟 但你絕對熟悉西子灣跟柏爾 一文特區 城中城大樓就在這個地方 這裡就是西子灣 這一條就是愛河 柏爾在這邊 沿程浦站就在這裡 等於說他距離整個這個地方 是非常非常的核心的地點 而且他旁邊有相當多 沿程區著名的美食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好好處理 好好的讓他再活化 他其實是有非常好的發展潛力 但市府做了什麼 除了文創 除了西子灣這些地方 他有照顧到這一些嗎 你就算不照顧 他們最基本的安全 你應該要處理 但他做了什麼 他們在這個地方放了煙火 城中城大樓在這裡 煙火在這邊施放 市府只顧著煙火的效果 卻不顧人家如何讓你的居民 讓你的高雄市民 避免發生火災 這不是一個和其大的諷刺嗎 住在這個城中城九樓的毛先生 他告訴大家 他說十多年前有啦 高雄市政府 包括高雄市議員 有來講要都更 但是他說因為你當 因為十年前這個建築物 也在大概二十幾年 三十年左右 他說不行 你們可能要再等等看 因為要等到建築物到五十年之後 才可以來討論都更 那當時也有媒體報導 在今年一月 蘋果日報說 總共有六家的建商 陸續的來找過他們 要來做都更 但是他們提的條件都相當不好 甚至還出現過 一瓶賤賣一萬塊 而且沒有中繼站 這住戶怎麼能接受呢 幾十萬就要把我的這個安生立命的地方賣掉 而且賣掉之後我拿到了幾十萬 我還不知道中繼的地方要住在哪 哪一個人會答應呢 那中間居中協調的 不就是應該是市政府嗎 應該要協調出一個合理的條件 才有辦法接近都更的方向 都更很難 但市政府到底做了什麼 感覺是什麼都沒做 這就會說 我們這個產權非常複雜 有的人有土地 有的人有建物 有的人有這個各種狀況都有 所以很複雜 陳小姐說 這個我沒辦法 幾十萬我怎麼可能活呢 那政府今天當然最新說 原來還有這一些 他沒有強制他設管委會的 好 我們來修法 強制他修管委會 但是我看到官員 花蓮發生地震的時候 曾經脈告訴大家 在到二零一八年說公私協力 我們要加速高雄市都市的更新 當這一次還有包括上一次彰化 橋友大樓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桃園市長曾永 都講了一樣的話 我們會來清查 那侯友也是不分藍綠 都是只要別的城市發生了 這麼大的意外的時候 都是好好我們都來查 陳其邁現在宣誓 三天之內我要清查 那為什麼之前不清查 委翰怎麼看 這兩天看新聞 好多人跑去殯儀館就認識 還有認不到的怎麼辦 我的家人到底在哪裡 然後那位從台南跑回來 帶小姐 爸爸是失智 媽媽癌症 他去台南賺錢 爸爸媽媽不在了 還有跟爸媽三個人住在一起 就付那幾千塊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錢 這兩天新聞有講說是鬼城 我跟大家講 今天下午第一個 重回現場的一個姓呂的 八樓的呂先生 全身都髒 因為他從火災到現在 他也不去生病庫 他回去拿 他講的那句話 我一定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他說你們不要說我們是鬼城 我們雖然窮 可是我們的左右鄰居 大家都很好相處 豪材裡面的人 隔壁的人 你可能不認識 他想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就是住在這裡 但是公安上面是危險的 他們住的是快樂的 觀眾朋友 剛剛前面我們放給大家看的 我不針對他 可是我看到林青榮副市長 他講說我們十月十二號 今天是十月十五三天前有到現場 你說你貼了一個 那這些住戶他怎麼回去 剛剛我講的旅行 怎麼回家坐電梯嘛 爬樓梯啊 你怎麼會去那個賣場 那個從兩千零二年 整整十九年前就已經沒有 他已經到全銅百貨 有兵工 還有城中城證券公司 買股票進耗子 他都已經從兩千零二年之後十九年 七樓以下全部都已經變廢墟了 那你跑去那個弄著一個鐵鐵柵欄的 那個手扶梯 我背文半徑你去手扶梯幹嘛 你知道怎麼上七樓嗎 旁邊有電梯 你在一樓貼虛應故事二零一九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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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還去了兩次五月一次十月十二號一次 然後十月十號 耀忠剛剛在講 這多大的諷刺才剛在嚴城區放煙火 總統都來戴資銀在那邊揮 全世界都關注兩萬發的煙火 就在嚴城區 客廳看起來好乾淨 你把那個沙發搬起來看 下面都是魚骨頭 都是垃圾都發臭了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真的是複雜 沒有錯 可是你是否應做而不作為 你怎麼會在一樓貼一個公告 你明明知道樓上有住人 你在貼公告時候 我不知道是誰 那個去貼公告的高雄市的相關的這些局處的這些工作人員 你在貼的時候有沒有看到有人從樓上坐電梯下來 從你面前走過去 所以你只是在做你該 你覺得說我已經 我負責了 我貼了 才差幾天 十月十二 然後才差兩天 他就起大火了 所以政府有很多事情 沒有做到害大家會這樣 臺灣有很多很多的老樓這個 特別複雜 剛剛那個人講的沒有錯 因為他在民國七十年 就是四十年前 他就是屬於一個地上所有權的使用權而已 我沒有地 大部分人沒有 但有的人有 所以他在等 他等到五十年的時候 地上所有權都已經到了以後 我們大家就是可以來清潔一次 看要不要都更 所以就差這十年 但也因為只剩十年 根本不會有一個 如果我能夠一個月賺到足夠的錢 我就不用來住這裡了 我因為沒有錢 所以我希望做比較便宜的地方 因為只剩十年 所以他房價跌到三十萬就可以買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之下 我剛剛所跟大家說的 十九年前七樓以下就是廢墟了 你都不去看 我剛剛在網路上 那好多的那個 所謂的攝影師部落客二零一四 二零一八都進去看 連他的室內地方都漲草了 這些人都能進去 就你不能進去 然後你貼一個公告說 我有來過了 現在出事情了怎麼辦 所以政府機關的人 你不要代乎職守 你一個一面之間 我貼了我有負責了以後 就害死這麼多人 應該要做一些相關的這些消防東西 好 我最後講一句話 因為時間到了 六樓的防火門 昨天中央社有報導 本來因為那個八樓的那個旅學院 他今天上去 他說根本我們家都沒怎麼樣 我在八樓 因為他們不是被燒死 他們是被農煙嗆死的 那農煙為什麼上去 因為那個應該擋住農煙的防火門 好像後來被拆下來賣掉了 誰把他賣掉了 這個一定要有清楚 後續趕快查清楚 一樣的問題 就是沒有安檢 安檢就會抓出這個問題 那我們的執政黨 還有包括我們執政的政府 還有包括我們執政黨的立委 現在有沒有真心的來檢討這件事情 當我們趙先生 趙少康先生 在提出了說 你們這些都更該做的 都沒有做為的時候 我們民進黨立委 只回了一句話 你別忘了 韓國瑜也執政了兩年 是用這種心態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連柯文哲都戳破了 他說他昨天回去看Call-in的節目 顯然是沒有看到國民大會 他說我看Call-in節目 轉來轉去 都沒有講到這個大火 來聽一下他們的說法 趙董事長可能沒有搞清楚狀況 民進黨當然是長期執政 但是其中有兩年是韓市長在執政 那都更為老條例 在立法院修正的時候 當時的特殊案例 百分之百的同意的狀況 就是針對海沙烏 我看昨天晚上Call-in節目 也都沒有在討論 剛剛我們從一開始消防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 以及第二個層面 我們去討論都更 到底政府作為是什麼 第三個層面 就是社會的關懷 當昨天的事情發生 大家才驚訝說 高雄號稱是幸福城市 沒有想到這麼多邊緣人 沒有照顧到 然後我們的行政院長 還在那邊誇口 說我們現在沒有人急著現金 大家要是五倍券 發現金不急 我們的政府是這樣看待的 現在包括總統 還有包括我們行政院長 還有包括民進黨中央 民進黨立院黨團 都要捐錢 這時候捐錢有用嗎 你做好你的職責 你把這些該查的都查了 需要現在來捐錢嗎 更何況你現在是捐到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 有些人一直對這個單位捐錢 有些顧慮 所以現在有些民眾也是矛盾 想捐又怕會 是不是這些錢 之後又出了什麼爭議 還有六四請來看一下 為什麼講到弱勢 你看到這些居民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是在現在的高雄市政府 而且嚴城區不是個偏鄉的地方 相當熱鬧交通方便 也曾經繁華過 可是現在這個居民 很多人都是弱勢的 看到今天逃出來的 如果你看其他新聞逃出來的 都瘦巴巴 連這些瘦巴巴的人都逃得出來 你可想而知逃不出來的人狀況是怎麼樣 相當的驚人 那你看到今年二月春節的時候 我們賣賣高雄市長 陳市長 說變回了陳醫生 去關懷這些獨居的老人 我就問一句話 你當時有沒有到城中城 去關懷過這些老人 如果你親自進去過 你就會知道裡面問題很大 你不是很喜歡在春節的時候 去關懷弱勢嗎 你去了沒 你為什麼沒去 去了沒 有沒有發現 另外一件事情是愛河 這件事情我一直覺得 可能跟社會關懷 到底有沒有關係 我也是打上一個問號 但我後來聽到了一件事情 說二零二零年到現在 從去年到現在 愛河總共累積了二十五具浮屍 相當的今年 以前都會有 但今年特別多 所以高雄市的衛生心理單位 這個中心的主令告訴大家 今年溺斃的案件 確實比去年還要多 尤其是在八九月的時候 不知道跟疫情有沒有關係 七案當中有五萬 是六十一歲的長輩 這在過去是非常非常的罕見 還有另外事情 在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高雄的大寮發生了一家四口 這個親生 當然這段行為大家 有事情都可以尋求相當的管道 千萬不要選擇這個方式 但是有一個很糟糕 當時引發正義的是 這是一家四口 完全沒有在高雄市政府 列管的高風險家庭 所以高雄市長說不好意思 我剛剛在補破洞這些個案 應該要納入通報的群組裡面 都是發生之後才說這沒肉 這沒裂 那沒處理的 都是一定要出事了 高雄市政府以前常常被批評 所謂高雄市已經又老又窮 可是陳其邁上來之後 他的人口數真的是一直降 一直降 他一直告訴大家 他人口要增加 二零二零年的九月 好打還有兩百七十六萬人 還有七千多 到了上個月的時候 只剩下了兩百七十五萬一千多人 一口氣掉了一點六萬 不是大家那麼喜歡陳其邁嗎 為什麼沒有留下來在高雄 高雄的條件不好嗎 那更讓人家觸目驚心的是 鹽城區 也就是城中城所在的地方 全盛時期有六萬多人 但在上個月兩萬多 掉這麼多人 再看另外一個人口少薪水也低 高雄市政府在104的排行榜 薪資 平均薪資高雄市是三點三萬 其他的縣市你看三點二是什麼 宜蘭 南投 彰化 雲林 這些都不是六都 那三萬的是台東 屏東 嘉義跟花蓮 高雄市為什麼跟偏鄉的薪水這麼接近 還有另外一個數據是 你一個月薪之後 花完必須要花的 你口袋剩多少 高雄也是最少 最多的是在苗栗縣有一萬五 大家還在笑苗栗縣是窮線 但高雄是最窮的 只剩下六千多了 袁芷你怎麼看這些 是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新聞 那個講話是誰 是劉士芳 劉士芳是誰 劉士芳以前就是陳菊的 高雄的副市長 所以你看看他們這些人 心態跟態度 他們想的有要解決問題嗎 他只是想要甩鍋 連韓國瑜都可以拿出來講 你要不要講出你陳菊 到底在高雄多久 陳菊之前還是謝長廷 現在是陳其邁 所以你要甩鍋韓國瑜 真的讓人家看不下去 然後他現在高雄市政府 說要成立了一個 獨立的行政小組 要調查說整個事件 他們有沒有行政疏失 結果召集人是誰 召集人是他們的副市長林青龍 你告訴我你要調查什麼 他不是說要找一個 第三獨立單位 他裡面是有一些外部委員 但是召集人是副市長 召集人就可以影響大家 所以大家也不用對這個 行政小組有什麼期待 我講這個人口的部分 之前我記得韓國瑜當市長的時候 民進黨很多人就喜歡 拿人口的增加或減少 來攻擊韓國瑜 你看看陳其邁自己做一年 這個2020的9月到2021年9月 都是陳其邁當市長 人口少1萬多 你想說那是整個台灣的人都少嗎 沒有 別的縣市在成長 只有你高雄在少 像台中就超越高雄 成為我們直轄市的 第二多人口的地方 你高雄人為什麼會要少 有高雄市議員 還是民進黨籍的 去問市長 問市府說 你要不要查一下 到底為什麼人口會少 因為大家是用腳投票 當你這個城市人變少的時候 一定是你就 哪些地方會做得不好 譬如說你是不是出生率太低 如果你出生率低的話 那是不是你對於那種年輕爸媽 生小孩的那個補助 或者是鼓勵 或者是讓他們放心的地方不夠多 那你就要檢討 改進 如果說你是移出得多的話 那有可能是因為你的薪資太少 留不住青年人口 所以他們也沒有去調查 反而是很多民眾自己講出他的心聲 有的人就講說 因為高雄的薪資太低 他們形容說這個叫做偏鄉的薪水 但是是都市的物價 然後他一個雞腿飯 有的地方已經賣100多塊 薪水那麼少 那物價那麼高 當然就很難過 可能很難在那邊生活 所以就移開 那你陳其邁 你有沒有針對這些青年 幫他們製造就業機會 然後甚至於鼓勵 像之前韓國瑜那時候 不是有鼓勵年輕人創業嗎 你有沒有在做這些事情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解決 人口減少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弱勢的部分 像澳洲剛剛講到 比如說愛河有人墜河 就是青森這一塊 那包括就是有那個 在汽車裡面的這個狀況 陳其邁自己都檢討說 他在高風險通報機制有問題 那你有沒有跟 比如說你可以善用 跟民間的合作 像新北就有 新北有一個跟超商合作 幸福保衛戰 如果說有弱勢的小朋友 他去超商 說我要啟動幸福保衛戰 我要吃80塊的東西 那超商店員就知道說 他可能會有需要被通報 所以就通報給社會局 社會局就主動去關懷他 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去補強那個高風險 你不要說只想著去做一些亮點的東西 像放煙火 或者說招台積電來 招台積電來是不錯 可是就只有台積電的人高興 可是其他的人呢 那其他的弱勢呢 你有沒有辦法去照顧他 我覺得這才是 剛剛是我們可能需要去關注的部分 然後委會主委陳其中一直被詬病 他編的宣傳費太多太多了 尤其他是1450的鼻祖 但是他說沒關係 我想到一個方式 編預算的時候 把宣傳費改成叫做教育費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